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身酸痛 背部沉重 睡觉经常诡压床 白天眼睛酸痛未光 睁不开眼 天一黑马上精神 眼也睁开了 这是灵体上身 串脉的负体现象 第三 喜黑 害怕光亮 喜欢一个人独处 害怕与人相处 自觉是无用之人 活在严重的自责当中 乃至于自暴自弃 绝望 严重时想自杀 自杀之念一般在每天上午最为严重 甚至动手秘密地实施自杀计划 这是自杀身亡了灵体上身的征兆 第四 平常吟邪之梦 或喜好色语 或不能自控的滋味 导致身体恶性循环 身体与运气日距变差 这是一种专门扶持人类精气的 饮鬼上身的征兆 男女均可包裹在内 第五 平日正常的人 突然无端会一点小事情 就暴躁起来 乃至对他人大打出手 甚是实施暴力 直指杀人 自己竟不能自控 或并不自知 这是与此人怨气极深的冤亲债主 找上来报仇的征兆 第六 原来不信佛道教 也未念经修法 却因一场大病 或一场危急生命的大难 或什么难也没有 就突然看见了菩萨 并会给人查试 看病 消灾 打难 甚至也教人念佛 给人超度者 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 早上附在自己身上所为 应并非自己修出来的功德所致 对出现功能者 并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按照附体的要求 给人查试 看病 消灾 打难 而收费者 一旦附体离体 不但自己功能消失 还会遭遇更大的人生磨者 人生折磨 危险之之 不可不知 此类附体一般都为 胡 黄 蟒 肠 肠 四大家族 和非正常死亡者 也就是民间称之为 被悲亡的亡灵 第七 心脏无辜 发边 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喘不上起来 气短 或者是突然心跳过速 嗓子向被人卡着 说话费劲 这是被灵体袭击 或欲寄生在被附体者心脏内的反应 第八 经常无辜 恶心 想吐 从前爱干净的人 变得不爱洗澡 不理发 赖床 想哭 眼睛发直 发呆 自觉浑身无力 发软 这是被正常死亡的 灵体上升的阵兆 第九 眼睛 瞳孔比正常人变大 不聚光 发散 眼圈发黑 从前爱读书的人 变得不爱读书 因为看蚊子都是双影 自觉看不清蚊子 这是动物灵体上升的症状 好了 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频道朋友们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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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